8.6 x6 我最不能打一下 欸好厲害喔 打不死欸8點了 欸我成長了 這個地圖莫非是 虧違了88年的 殲滅宮殿 太久啦 88年 你看捷克從高中生長大了 對啊 從對同觀眾的那邊走過來這邊 對啊 上次看到你的時候還這麼矮欸 現在很小 我還這麼小一隻 現在都長那麼高了 他們都這樣子小小的 好多東西的啊 你要回他 我小時候看你影片長大 剛剛有時候回到 我小時候玩你地圖長大的耶 他今天要來介紹一下全新的地圖 而且閃閃見面一眼沒玩過嗎 沒玩過 好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直接玩新的好不好 這個見面攻擊戰呢 簡單來說其實就是去破壞對方的核心 對方家的核心 那那個陣營的核心 只要生命歸零的話就直接輸了 所以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保護自己家的核心 去攻打對方家的核心 那跟殲滅一比較不同的是 原本殲滅一要拿特定的稿子才能去挖核心 而且在核心附近是不能做建築的 那這一次的第二代是完全都可以建築 用什麼稿子挖都可以 欸 為什麼會想要換成一個小彩蛋 小彩蛋 小彩蛋 我剛剛只是想要拿一個食物 哇 好像你 我錯過了 八指總是 不知道你們拿一個食物在身上 這為什麼要看完了 到底是什麼食物呢 到底是什麼食物呢 小片的大塊的都不能拿 欸 當然啦 哈哈 繼續說啊 這個核心 核心的話因為 怕就是有人會拿 如果有岩漿的話 會拿黑曜石去擋 所以在核心附近5x5 是水 岩漿跟黑曜石都會直接被吸收掉 會被核心吸收掉 嗯 對然後核心的話 你在敵方家的核心附近的話 去挖掘你會有一個緩速效果 而且你挖到的話會有30秒的發光 嗯 嗯 這樣子 然後跟殲滅1比較不一樣的是 這一個 這一次的死亡不會直接東西噴光光 不然這樣子我們玩完 不講一噴光光 那個會覺得直接不想玩 所以這一次的設定是 等於說你不會噴裝 但是呢會有機率少部分東西消失 哦 老師我有問題 他裝備 穿在身上裝備也會消失嗎 對 只有副手 只有副手 那個位置的東西不會消失 其他都是機率的 對 其他都是 欸我這邊設定是10%啦 可以自己調整啦 哈哈哈 在第四本書 第四本書那邊有一個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 滅2也可以設定 所有的礦物的重生時間 可以自定義 哦 有錢預設 好 遊戲總共分大概6個階段 以前我們是5個階段 這次6個階段 一樣是一階段10分鐘 第一階段的話 是核心不能破壞 那這時候也沒有商店 你只能就是去挖物資 然後做裝備 農資源 那打架是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去搗亂對方 不騷擾 但是你核心就是破壞不了 所以你也沒辦法破壞核心 然後第二階段的話 就是會商店開啟 然後核心可以破壞 這跟以前一樣 嗯 那商店的話內容 呃有看巴哈啦 可以自己先看一下巴哈啦 啊沒有的話 大家就自己去研究一下 有一個什麼技能史可以玩玩看 好 技能史 好注意的是 等一下 登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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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登登登 阿先生 我知道 阿先生 哈哈哈哈 擔心這狀況我了解 你先上來 你先上來 哈哈哈 你先上來 我都聽說了 都已經聽說了 他這次狀況真的很嚴重阿 哈哈哈哈 清晨哲霖 你先上來 一定可以的 你要相信他 哈哈哈 哈哈哈 來就是 清晨當日正能 他封住你一散門 一定會再給你第二散門 又來了 又來了 打了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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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給個電話 你們先幫我 家裡有測 家裡有測鋼嗎 哈哈哈哈哈哈哈 這次一定也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對他有信心 相信減免二 哈哈哈哈 他不會出bug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中毒了阿各位 哈哈哈哈哈 阿先生還是沒回來 哈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喔 我跟你說啦 中哲七日清哲子 哈哈哈哈哈 快點安空哥今天中阿 阿先生 阿先生 你現在前面看到什麼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不管聽到什麼聲音 都不要理他 哈哈哈 繼續往前 哈哈哈哈哈 底下那些都是西瓜 哈哈哈哈哈 哇賽 就你怎麼樣 你怎麼這樣 沒有 happily fehlt他都是杰克的葉呀 wife 都是杰克的葉呀 不要理他 哈欠恩 去拿東西 回來 回來 回來了 又AR quieren回來 哈欠剛剛有聽到杰克做什麼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剪掉了 怎麼了 沒有沒有 你看到了什麼 沒有緊張 下面都是西瓜 我剛剛舌頭已經被剪掉了 蛤? 就要掉了 就是剛剛講到的是商店嘛 商店有東西都自己研究一下 然後裡面有個特別的是那個技能石 那個石頭技能是冷卻是共通的 它有一個冷卻時間 它冷卻是共通的 然後第三階段的話 就是第20分鐘過後 第三階段 會有什麼 那個會有隨機任務 隨機任務跟見面一樣 會有隨機任務 那它的獎程其實還蠻可怕的 今年要幾任務 好 那目前任務還沒有很多種 不過會慢慢增加 每一次玩每次都有新的 這樣子 好 然後第三階段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中間鑽石礦也會可以挖了 一樣在海底 好 然後第四階段呢 以前是礦物量加倍 現在是改成礦物的冷卻時間減半 嗯 所以你就是慢慢慢慢 就是可以 被人挖的很快這樣子 OK 然後死亡也會扣陣營的生命值 所以到第四階段的時候就盡量不要死 好 就盡量就是不要死這樣子 然後第五階段就核心 挖 挖核心會雙倍傷害 跟以前一樣 好 不就不一樣的是 第六階段是以前沒有的 最終階段 被到這個階段之後呢 每過15秒核心會凋零一次 哦 凋零 對 是周圍的人嗎 不是 是他本身會被破壞 核心會被扣 扣本 等於是60分鐘後 核心就會 每15秒一點一點慢慢的扣 跟正一下是50分鐘 50分鐘會到第六階段 是50分鐘 對 哦 所以等於說是一小時內就會完結了 一定會完結 會完結 嗯 哈什麼哈 哈哈哈 好你們可以看一下書本 這一次第一本書是選陣營嗎 第二本書可以選職業 目前職業有10種 嗯 那這後面這兩個慢慢開放 慢慢來 我們先前面慢慢玩 所以是現在直接選嗎 還是 對 現在直接選 先選 第一個 哦 就是什麼都沒有 嗯 啊 第二個守護著 他特別就是在家裡會回血 可是他不能進攻 因為他到敵方核心附近會受到凋零 嗯 哦 那我還想要一些礦工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後他技能是怎樣啊 技能的話就是你每一個職業都會給你一個 呃 哦 這沒更新上去 他會有一個職業道具 你把職業道具丟出來就好了 只要出職業道具就可以使用技能 那守護者的話是給你一個盾 遊蕎是給你一個弓 然後礦工是給你鎬子 哦 那這個技能那個職業可以中途更換嗎 嗯 不行 怎麼倒是選定 就是選擇就是選面要討論 就選定了 嗯 建議就是一隊 應該還是要有幾個守護者跟幾個礦工 對 遊蕎不一定要有 因為他就只是有攻 嗯 然後抗二耶 對 出手拿攻的時候有抗性二的效果 有抗性效果啦 對 抗性效果 嗯 然後 這那個 遊蕎的陷阱觸發會觸發那個強力中毒 那個是 30秒 這個還沒補上去 還有30秒 30秒 中毒30秒 所以那個陷阱 敵方看得到有什麼症狀嗎 嗯 就像是 就是王國之戰那個 嘿 哈哈哈哈 有個洞洞 就是第一上 哦 肉眼還是可以看到 看得到 只是說因為王國是永久夜市嘛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白白的 那但是因為我們這個沒有夜市 所以你會看到是黑黑的一坨在那裡 所以還蠻好 蠻明顯的 嗯 對 然後就大概這樣子吧 反正就是要破壞對方的核心 嗯 大家可以一起起飛看那個礦物區 好來不不 來 那看哪一邊的 就看綠色啊 綠色的 OK 有沒有看到什麼 啊 我只有看到綠綠的 這地圖都是生存綠的 我看到卡住了 我剛剛卡住了 嚇死我了 卡了 哈哈 在最角落的地方是鐵礦區 好 嗯 鐵礦總共有6個 對 然後像以前一樣 挖了他鐵會直接在身上 他不用去撿很方便 然後變雞眼很確實廟 哦 可以直接打 然後還有什麼 紅石跟青金石 紅石青金石在斜對角 這邊 所以紅石跟青金石變得比較靠近敵人 對 這邊比較 因為畢竟弓也比較OP 所以會需要 比較危險一點 紅石是換弓跟相關的箭矢 那青金石就是附魔用的 嗯 好 然後最紅這個 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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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是來換食物用的 可以用馬鈴薯 烤馬鈴薯或牛排 嗯 然後 綠寶石 直接換其他的礦物也可以 嗯 哦 還有三個礦物區 嗯哼 哦 然後你還有說 現這一次的核心附近都是可以破壞的嗎 哈哈哈 我看到了 可以破壞 嗯 沒有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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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小彩蛋是 村民很可愛 嘿嘿 為什麼我又看到史蒂夫 我也是看到斯蒂夫 我要重來 我要重燈 為什麼 欸我看到正常 欸 我看到為什麼是史蒂夫 很可愛 我看到正常 我看到也是史蒂夫 我只有看到史蒂夫 我只有看到史蒂夫 不用 不用 所以就看起來這個村民如果推出去會怎樣 他會寄回來 防呆有防呆 防呆不能再推了 這個推到虛空了 所以以前犯的錯我不會再犯了 然後剛剛有說核心附近都是可以破壞的 不像以前會自動回復對不對 對 所以想要怎麼拆核心附近都可以 都可以 好 我附魔台在中間 目前還是遊戲的測試 遊戲平衡測試 所以到時候會怎麼改不知道 就看大家如果能玩出BUG 重重有獎 小玉想幹嘛 你想幹嘛你是不是 你壞壞 你壞壞 然後你買了嗎 我沒有玩我去看你 但要結束的時候你就這樣子喔 我在看屯隊賣什麼 所以我裡面有賣西瓜喔 真的假的 沒有 他一定是打指令 然後前面是用我在拿 喔 你想幹嘛 好恐怖喔 欸 哇 記到殺了 欸 好 都可以了解 惡靈 閃閃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玩一次就知道了 對啊 你們都沒玩過嘛 其他人都有吧 有 沒玩過殲滅2欸 我也沒玩過 我真的沒玩過殲滅2欸 第一次玩 不是第二次 那至少有閃閃跟惡靈敵對 其他人是誰 好 好 敵 附魔台在這裏大勒勒的 大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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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勒勒是什麽 大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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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大勒勒阿 隨機分隊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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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帶開自行討論陣營 那個職業要選手 好 好 欸小哈記 什麽小哈記 小哈記 小哈記 我要說巧 結果巧不對哈記 哈記 好現在把他拉上去喔 綠隊 綠隊 我剛才講說 他自己又綠隊了欸 綠隊 無敵 綠隊 隊伍不見了 自己點嗎 開賊 開賊 手動點嗎 不是可以選 我們是綠色的 好 他既是綠色的喔 不要選錯喔 他們也都很厲害 那職業看大家想選手 我先去尿尿 職業你先尿尿 我想先玩個突襲者簡單的 那我守護者 那20你第一次玩 第一次玩就當礦工好不好 因為礦工很重要 還有幸運1 所以他的那個幸運1連挖 所有的礦物都會有嗎 對這是我設計故意的 就是他每個礦物都會有 只要有效果 效果在身上的話 你挖礦就會有機率 全部都會喔 所以就算挖鐵或什麽其他都會有 他自己有 那有辦法付到效率3 然後去挖這樣子會有效嗎 效率3 幸運3 幸運沒有用 是他身上有幸運那個效果 是身上 對 那礦工的職業也是一個稿嗎 好了好了 礦工的職業 對也是一個也是一個稿 對它直接就可以拿稿去挖了 他是給你十稿 你還是做個鐵稿更好 對 所以你還是做個鐵稿更好 礦工是永久發光還是挖到東西才發光 永久 喔 所以 所以 惡靈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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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現在有哪些職業了 守護者 然後 遊俠 其實每個職業都有了 嗯好 對 反正可以跟我玩突襲者 簡單 突襲者就是其實沒特色 就是 最普通的 可是就是你萬用啊 你可以進攻也可以防守 對 好啊 好 OK OK 我剛剛就是想說 如果礦工不是定身嗎 那就衝具體放家 定他們身上挖核型 唉唷 有一個方式喔 也可以喔 可是你會永久發光 對 我剛剛就是 馬上尿尿尿牌衝回來 直接先問這句話 嗯 啊 那就 按照預設的 開始在哪 開始開始 開始在最後一本書 走 no 請殺喔 你不要自己穿 穿衣服穿衣服 穿衣服 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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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聖劍 好像某個遊戲 最強的武器啊 拿這武器可以啊 我跟著他